好 接着来看卷入性别争议风波的 台湾女子拳击选手林玉婷 星期三在女子拳击57公斤及4强赛 以压倒性的5比0击败土耳其对手卡拉曼 晋级决赛 台湾拳击协会前理事长李武南认为 所谓的争议是无稽之谈 就是要扰乱选手的心理 他鼓励林玉婷不必理会 专注拿下金牌 所以我今天特别跟教练还有选手 特别的叮咛 请他们要发挥出来 不要妨害到他们一直说 有关性别的问题 我们都不要理他 就趁着我们的这个机会 就是要尽力的把它发出来 所以一定要把它打赢 赢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已经打得这么厉害 雅韵我们全两人雅韵冠心 这次没有什么问题 李武南说他看着林玉婷长大 所以很清楚她是个女生 大家如此刁难她 只是嫉妒她的实力 李武南希望林玉婷别害怕 也不要受到影响 因为全台湾人都是她的后盾 包括来看顾她练习的前总统蔡英文 国际全机总会上个星期表明 林玉婷和阿尔及利亚选手哈利夫 被测出拥有XY性染色铁 不符合参赛资格 台湾奥委会时已经向国际全机总会 发出警告信 并保留法律追溯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湾 未经许市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